不管是海洋球池溜滑梯 仿真超市与佳佳9 或是竹梦赛车场 以及同伴竹撞球等四大主题游戏区 小朋友都玩到乐翻天 这是位在七堵驱公所六楼 全市第二座 但是目前占地面积最大 超过百坪 算是公司协力完成的 室内儿童乐园 6月2号正式启用 全程免费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别感谢邱佩玲副市长 邱创幻基金会 以及珍详食品赞助支持下 一起完成这座室内儿童乐园 未来也会邀请临近的 双北特教班孩子来游玩 感受室内儿童乐园 对于小朋友及家长的 神奇魅力和需求 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邱佩玲副市长 以及邱创幻基金会 还有我们的珍详食品 帮我们捐赠了这个室内儿童乐园的相关设施 那因为它聚落在七堵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扮演区域共好的角色 我们会请社会处长杨育心 杨处长邀请双北的特教孩子们 未来也来七堵的这个场域来共同游玩 这是专门为了基隆的孩子而设的 但是未来我们也会邀请双北的特殊孩子 特教孩子的班级过来共同的来参与 大家过来共荣共好 邱创幻文教基金会是父亲的 那成立于民国83年 父亲常常认为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把一点散的种子种下去 那就是最大的功德 那我觉得因为我跟市长也是两代的交情 市长的父亲谢修平主席 在我父亲当省主席的时候 他是基隆市议会的议长 同时也是省府顾问 每一次在协助争取基隆的预算 他都不遗余力 那我父亲在基隆有大小事 他也帮忙很多 所以搭配得很好 父亲非常疼我 那重要的场合 他从来没有选择缺席过 我相信今天父亲一定也很开心 他的爱心可以帮助基隆市的每一个小朋友们 帮助新北台北的所有需要被帮助的 让大家过得更好 也是市长常说的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 这是我的荣幸 我相信父亲也很高兴 谢谢 赞助七堵市内儿童乐园公司 位在嘉义县蒲纸市的增翔食品 也由嘉义县蒲纸市公所市长吴品瑞 和增翔食品董事长特助代表 亲自到场参加开幕仪式 我们增翔食品是我们蒲纸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企业家 那真的爱心不落人厚这样 虽然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家 可是真的对我们地方上的公共事务也非常的关心 也投入非常多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到七堵这个地方来参观市内的亲子乐园 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蒲纸也有一个这么棒的场所可以让我们蒲纸的市民朋友们 然后爸爸妈妈很放心的把小朋友交到这个地方 然后跟他们增加更多的亲子互动的关系 包括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 蔡旺连 曾宜芳 张炳君 陈宜 秦珍 陈明健 郭美秀和施伟正 以及七堵区的里长和区长等人 都一起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特别是七堵区的市议员都充满肯定和感谢 一个基金会还有一个这家食品公司的赞助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我想我们取之于社会回馈地方 那我们七堵区的乡亲还有这些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开心 那谢谢市长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们基隆市能够有一位这么好的市长 这么的用心 来为我们这个基隆市的乡亲 来想方设法说 我们基隆市这么多雨 那没有地方可去处 所以谢谢这个市长真的很用心 我们包括我们秦议员也非常的感动 感谢我们谢市长团队 尤其在谢市长上任以后 能够结合我们民间的公寓团队的资源 在我们有限的空间来将来 施作我们这个儿童的游乐场非常好 因为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多雨的城市 东北基隆有墙 往往在户外的话容易发生危险 然后选择在我们七公所六楼的这个地点非常棒 它又能够结合外面的资源 我觉得我们议员会站在不管是站在教育小组 还在站在我们议员的个人的立场上 一定会全力的来支持 非常值得肯定 我们给他按一个赞 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落成典礼 能够带来给我们地方的这个 少子化 多加一些花色 让他们很多还有卫生子的人 能够多多的能够尽量卫国 生产报国 多生几个小孩 来弥补我们这个少子化的不足 今天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提供这个场所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谢谢 这是对我们欺赌孩子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七堵其实原本有一个亲子馆 但是那个亲子馆其实比较小 那这一次利用七堵区公所六楼的空间 这个场域真的也非常大 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金融市政府 跟我们那个赞助单位来协助这一个乐园的请用 那未来也欢迎我们七堵的市民朋友 带着我们家里的孩子们一起来到 我们七堵的市内儿童乐园来游玩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目前先由企业赞助 先打造信义市内儿童乐园 以及七堵市内儿童乐园 感谢市议会的支持 并且也将持续争取 努力在各区都盖一座市内儿童乐园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